第二位演员 李雪芹 我也想复活一个人 在那次对阵中 他虽然输给了赵友诚 但我个人认为 李雪芹的脱口秀表演更好 在那个痛苦的屋子里 还有21位 我认为李雪芹 是这21位演员中 表现最好的 所以我要复活李雪芹 有请那头排名第10名 陈璐 有请第15名 梁海元 有请第20名 小快 有请那头排名第25名 李雪芹 选择你要表演的主题 我是那头的第25名 我是我们组最后一个名额 我觉得这几个人 也就我会被投胎 我非常的渴望婚姻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连个潜在对象都没有 周围全是女的 我就想找人结婚 其实我现在一点想法也没有 我想睡觉了 太晚了 12点多了 今天就到这了 也算是工作了 毕竟录了一个小视频 拜拜 创作过程中没遇到什么困难 就是不会写呗 一 用写 就学霸嘛 学霸不都是这个德行吗 他在之前他很丧 觉得自己搞得不行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一上场就不一样了 先像你降低预期感 玩了最会儿塌 夸下 一样活塌炸了 这多少能得玩这个路 脑花好使得 我什么套路啊 我真的没有自信 四哥一天天就在这儿等我 我老紧张了 我感觉这个场子比较冷 如果大家要不笑 我站在上面又很尴尬 所以就很紧张 月月薇加油 这么安静啊 炸了 炸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月琴 我想结婚 每次我跟人说我想结婚 人家都特别诧异 问我为啥 为啥呢 我举个例子吧 上回路途尾赛 我来上海待了半个月 回到家之后 我一看 窗台上死了三只蚊子 饿死的 那一刻我觉得 我跟蚊子共情了 我觉得那个蚊子 饿死之前 跟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 应该是一样的 这屋里要是能有个人 该多好 但是我找对象 就比较困难 我之前一直觉得 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 但我有很多男性朋友 他要跟我说 不是的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我们找对象就不找好看的了 我一行 那不正好轮到我了吗 我说那你能不能跟我搞对象啊 他说 那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那你为啥不跟我搞对象呢 他说你看啊 你好歹是一个网红 我怕咱俩分手了 上热搜别人骂我 我说我也没有哄到能上热搜的地步吧 他说嗯 你对你自己的理解不够深刻 凭我对你的了解 这个热搜你是肯定会买的 我说那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 他说这么的 略形 我给你吃一个招 你呀 你就上脱口秀大会 脱口秀演员喜欢上热搜 然后呢 我就来了 我行的这回 我到这儿 真的呀 我高低整一个对象回去 越幽默越好 那过日子多快乐呀 所以现在啊 我就看着台上这些演员 他们在台上 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幽默 虽然这是一个比赛 但是我不觉得他们想战胜我 他们就是想得到我 雪芹你一下爆了 雪芹晋级了 其实吧 你们别看我现在 好像挺卑微的 我在男女关系中 也有过一些高光时刻 笑啥呀 笑点在哪呢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也被人追过 那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在我十四岁生日的那一天 有一个男孩跟我表白了 他当时单膝归地 捧着一束玫瑰花 对我说 李雪芹 我喜欢你 咱俩搞对象吧 那个时候我对他说出了 我这一辈子对男性 说过的最硬气的一句话 我妈不让 十一年过去了 今天是我二十五岁的生日 真的 在这里 我想对十一年前 就读于辽宁省 铁岭市 开远县 第八中学 八年级三班 也为姓徐的男生说一句 我妈让了 这下不能买厂子了 不管自己吗 虽然我小的时候我妈不让我搞对象 但她现在特别着急 因为我爸妈离婚了 我是一个单亲家庭 我妈就觉得很亏欠我 一直就希望我能找点有一个人陪着我 跟我组建一个家庭 所以我妈催婚呢 主要就是走苦情路线 姑娘啊 你看咱娘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 家里呢也没个男人 过年买这些东西 咱俩一点点往上搬 妈老了 搬不动了 我当时我心里听着那特别难受 我说妈 你放心 我保证明年过年咱家多一个男人 我妈说嗯 我相信你 果然到了第二年 我妈结婚了 那个时候啊 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写作业呀 我妈咋教会 教不会 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 自己把我作业给写 过了半年之后 哎 我爸也结婚了 我就怀疑啊 我说是不是结婚 是大自然给人类家庭的KPI 每个三口之家 正常情况下要完成两次婚姻 我爸我妈看这孩子也不争气 家里业绩完不成 哎 闲子别逼孩子了 把咱家这个KPI给完成了 要不是我爸妈这么机智 真的 我家现在可能已经被大自然给淘汰了 他这个老天姐比 我觉得票肯定会非常高 对吧 其实我说这些啊 是想跟我爸妈说 借此机会啊 我说 我爸我妈都结婚了 我真的非常的高兴 虽然他们不是跟对方人结婚 但是我是真心地祝愿你们能各自幸福 至于我呢 你们就不用再操心了 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就结婚这个事 你俩都手把手教我三遍了 我指定能学会 谢谢两家伙论询 雪芹回头看 回头看 老天 老天已经一位了 喜欢雪芹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了为他投票 我们通道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老天很自觉啊 因为光是这儿就有20票 我看那个天天是跟我一起拍的 对对对 我觉得他特别自信 我特别喜欢自信的女孩 自信也有趣 就更可爱 谢谢 非常好 你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呢 不应该呀 你这么可爱 他们说我不够女人 其实我觉得他跟王建国挺合适的 你不觉得吗 他太年轻了 我这个我这个岁数已经不适合人家了 我感觉李雪芹是个特别有热情的人 我觉得王建国需要被点燃 你看你看雪芹的表情 雪芹觉得他不够男人 那这些拖我说也认为有你喜欢的类型吗 王建国 谢谢 你跑我们这儿进货了吗 对呀 参赛目的太不纯粹了 上场抄段子 这晚上选男人 我特别喜欢他那个 这个节奏特别好 他很松弛 谢谢 谢谢 然后我就用东北话说 可能就本身就会带一点喜感 就这个感觉 而且他的人生也确实是 而且特别点题 就很喜欢 连点个三遍 一家三口 那个前辈网红 对晚辈 非常好 非常好 对就是 上次 我记得上一场是你把他 我把雪芹复活回来 复活的 我就知道会这么好 才复活的 所以我当时一边听一边觉得你眼光确实不错 是吧 对 可以啊 可惜你已经结婚了 我是很单纯的选脱口秀演员的眼光 跟他可不一样 是是 你一会可以把雪芹建国 还有我拉一个群 然后我保证这个事情可以穿 可以上热搜 我特别善于搞这种事情 真的 他们俩成不成不知道 但这个热搜感觉是没问题的 你们发在一个群 热搜预定 大家都很看好是吧 都很看好这门亲事 怎么回事 我们是脱口秀大会 再次强调一下 雪芹这个确实不错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票情况 这个灯不是我预想到的 甚至我都没有做过这种期待 很实在的一种很真诚的东西 今天观众应该也都感受到了 特别好 前面老田的表现不是特别好 就两个一对比会显得他特别的强 那他这个票太高了 他难比这高了 现场一共150的人 他152票 我那一刻心里已经非常明白了 我应该是接不住学生的 厉害 等一下 我还有一个悬念 虽然票数已经公布 但雪芹的排名我们还不知道 让我们来看一下雪芹的排名情况 我这花钱做的无美 我不得用一下吗 排名出来之前 我一直在紧张地拆 我爸妈虽然离婚了 我并没有觉得我失去了爱 我反而觉得我得到了双倍的爱 过年能拿四份红吧 李雪芹表现这么好是超出我想象的 以这么短的时间来看进步是非常惊人的 复活的李雪芹 其实我是有点忐忑的 但是我相信看过李雪芹本场的演出之后 把其他脱口秀演员也会心服口服 雪芹说的是纯纯的美式当口 这玩意那能不好看吗 他又灵他又说正经玩意 这孩子太灵了 《网线国》确实是我的理想性了 他又有趣 脾气又好 人又善良 还是东北人 个儿还高 这种人就是我的理想性了